奉主耶稣圣明,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作为我们在信仰生活的帮助。 今天早上跟大家来谈听救主的慈爱声。 我们从小被妈妈生下来,其实我们一开始所听的声音很重要。 通常婴孩如果在哭闹的时候,妈妈如果用慈爱的声音跟他安抚, 那个孩子通常都会安静下来。 我们从小其实都很期待听到这些慈爱的安慰声。 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渐渐的会忘记了当初我们所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的感受。 我们现在在信仰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讲话。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听到神祂对我们说的话。 在以赛亚书里面,他一开始,他是这样子呼喊的。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一章第二节说, 天啊,要听,地啊,车而听。 因为主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 这是当时候先知他传达神的话语。 他是说,要天地都来听。 天父真神把他的儿女养大,但是他们竟然背逆他。 他甚至不认识他了。 第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巢。 以赛亚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 Verse 3, it says, The ox knows its owner, and the donkey its master's crib. But Israel does not know, my people do not consider. 所以就看到我们有时候人会便利到连动物都不如。 牛、驴他们都会认识主人,会听到主人的声音。 那个牛其实也都知道自己的家。 你知道放在野外吼,你让他自己走,他是会自己走回去的。 但是在这里,神很感叹地说,他的百姓却不认识他,而且也不留意他的声音。 But here, God says that his people does not know him, and does not even know his voice. 那以赛亚书,接下去我们会听到很多先知的呼喊。 第一章第十节,接下去是先知的声音,先知要人注意听啊。 第一章第十节说,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主的话。 你们这阿摩拉的百姓啊,要彻耳听我们神的训谓。 然后接下去先知就讲神要讲的话了。 那当然这里,所多玛阿摩拉的官长百姓代表就是犯罪的国民啊。 因为所多玛阿摩拉,这个当时候以色列人都知道,曾经被神毁灭的城市。 他们行恶,达到神的眼中没有办法容忍,所以被天火毁灭。 先知用这个,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在说明他们的罪孽在神眼中是何等的重大。 然后要他们听神要传达的话语。 对他们来说这是很特别的呼喊,因为把他们定位说,就像所多玛阿摩拉的城市那么坏。 那他是怎么坏的。 那他是怎么坏的。 第十一节主说, 你们所现的许多祭物与我合一呢? 公民羊的繁迹和肥处的汁油,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了。 其实如果这样看来,当时候这些百姓他们还是在献祭给神啊,到圣殿里面去照着律法所规矩的。 他们一一的照着了。 犯了什么罪该献什么祭,他们都照样在执行啊。 但是神说他都不喜悦。 然后至于看第十二节。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意呢? 意思是说,其实神有时候看到这些百姓来献祭的时候,他觉得很烦。 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圣殿,不是真的来朝见神的。 好像神很喜爱他们的献祭一样。 神说我们要向你们讨这些,没有要哦。 他们好像说来要献祭,对神来说他们反而是招踏了这个圣殿。 然后神讲得很直接。 第十三节。 你们不要再献祭福的贡物了,香品是我所证悟的。 月术和安息日先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证悟的。 做罪内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了。 十四节。 你们的月术和节旗,我心里恨物。 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第十五节。 你们举手祷告,我闭遮眼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这里,从十三节以后,神直接说,你不要再献祭物了,不要了。 看到你们的献祭,我觉得很不耐烦了。 然后接下去更直接说,你不要再祷告了。 他说,因为你祷告也不听,我也不看了。 因为你们的手,祂说,做了很多的罪孽。 那当然这是在表达神当时候对百姓是何等的失望。 他们敬拜神的这个表面功夫都做到了,但是他们内心基本上是完全不尊重神的。 在圣殿是一回事,但是在家里面,在社会上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神都看了一清二楚。 所以这个时候神透过先知这样子说的很严厉的话。 那这些话其实是要引起百姓的注意的。 那重点是要讲下面这句话。 第十六节。 你们要洗涤智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 十七。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便屈。 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的是什么。 神是要我们真的行出敬神爱人的实际行为。 祝拜神不是只是表面功夫,不是嘴巴上讲一讲而已。 而是真的在生活当中会实现公平公义,而且会追求圣洁。 那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它就是又这样开头的,它就是要百姓注意听。 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三十九章,第二部分就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那第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先知讲的话,都是先知说了神要他讲的话,由先知转达出来的。 所以都是先知说你们要注意听我说的话。 那所以这个时候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有时候不只是对以色列百姓讲而已啊,甚至对那个列邦的各国都要说,你要注意听喔,来听。 我们现在看三十四章。 以赛亚书34章。 他现在讲话的对象扩张到其他的列邦各国去了。 三十四章第一节。 立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处的都应当听。 要听什么? 因为他这里是叫列国所有人都注意听喔,接下来神要宣告一个很重要的消息的。 是先知的话,要大家注意的。 第二节说,因为主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利益,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 第二,因为主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利益,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 简单的说,就是神生气了。 如果神生气了,一定没有好结果。 如果神生气了,一定没有好结果。 接下去会很凄惨啊。 那你就会看到,道次都是死士。 跳过去看第四节。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取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五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般。 那这个就是在说明神的刑罚,审判要来到了。 那这个审判就是给全地的。 这是宣告将来神要施行的公义审判,要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祂。 其实我们在看先知的预言,我们知道,这就是预告将来会有一个全民的大审判,这是由公正的主来执行的。 那这些声音都是由先知讲,然后要众人听。 所以从对以色列百姓讲,讲到最后便对立国各邦说。 好,到以色列百姓的第二部分,从40章以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先知的信息开始有点转变,不太一样了。 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要听的,讲话的人都是神自己本身讲的了。 不再是透过别人讲了,而是神他自己本身直接说。 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有人会说,以色列百姓好像是不同的作者写的一样。 其实不是。 是因为他信息的本身,他现在所要着重的重点不同而已。 我们相信是先知所写出来的,以色列百姓是以色列百姓写的。 因为他接下去这个部分在讲的,就是这位救主弥赛亚,他向世人直接的宣告。 是神他自己先介绍他的仆人。 就是有一位救主要来拯救万民的。 那这个介绍是由神自己来介绍他的仆人出场。 看四十二章第一节。 四十二章第一节。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卷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宫礼传给外邦。 这是神在介绍他的受高者,即将要来把这个真理传给万国的。 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基本上就在预告主卫书基督来到。 而且在历史时间上里面真的完全应验的。 这个就是现在开始,这位神所高的这个救主,他即将要来施行救恩了。 他是来救所有的人的。 我们如果看第六节。 我主凭公义召你,必参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众宝,做外邦人的光。 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宗宝。 那这个光是真光,不会消退的。 这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的救恩来了,要带来改变的。 这是第七节说。 他要开瞎子的盐,要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煎熬。 就是他要带领我们人真的得到自由,在已经要让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了。 那这个就是先开始介绍这个救主要来到了。 今天我们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 所以我们才能够大家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研读圣经,来敬拜他。 那可是当神这样子宣告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听不懂的。 我们昨天也谈到了,其实罪会让我们人变耳聋变眼瞎。 当百姓是生活在罪里面的时候,其实他看不清楚真正的方向,也认不清楚什么叫做有价值。 但是就是因为他耳聋眼瞎,所以才更需要听更需要看不是吗? 我们看42章的第18节。 18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睛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 这里,这里说那个耳聋的要听呢? 这个有时候,如果我们想一想,就知道说,他这里耳聋不是真的耳朵听不到。 眼瞎的也不是真的肉眼,真的眼睛看不到啦,不是。 这指责我们的灵性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他让我们真的去明白说,我们今天真的要去对付这个罪,而且要让我们真的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来看44章。 以上阿书44章,第一节,现在开始进入神祂说的话。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卷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 这讲话的人是神本身。 第二,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救你,并要帮助你的主,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卷选的耶稣人啊,不要害怕。 好,现在当神这样讲的时候,他现在讲话有一个对象,他对谁说呢? 第二部分,他现在在神直接讲话,他讲话的对象就是这一群他所卷选的百姓了。 那这群百姓神卷选的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卷选好的。 从你出胎就造就你。 而且神讲得很直接,我就是要帮助你的。 然后又说,你就是我的仆人。 是我卷选的。 那这个耶稣人这个意思,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正直的。 这是神所爱的。 所以现在神讲话的对象就是这一群他所卷选的百姓。 神希望他们成为正直,而且神要把他的爱付给他们的这一群人。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能够来住在这个会堂里面听道理,我们的身份很特别的。 我们一定要常常记住我们的身份跟世界人不一样。 所以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可以做要记住。 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就按照法律来做就好了。 如果按照法律就算所法的还不错啦。 我们有一些信徒他们在政府的单位工作。 他们有些人的工作性职就是专门接触这些需要补助的所谓的低收入户。 然后需要政府提供福利的一群人。 我们在信徒说,他们每一天所接到的电话,基本上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是,有可能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 那而且很多人都是很粗鲁的。 很粗鲁的。 就好像是政府欠他的。 有很多的文件啊,什么付不起房租啊,什么他需要帮助啊,有很多都是假的。 所以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可以为了得到一些利益,他们可以做假,他们可以做,不管用什么手段,他们就是要得到那些好处。 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包括以前我们说,见到要入境的时候,你需要那个冠状病毒检测是阴性的证明啊,基本上也很多都是假的,我后来才知道。 不是,那个检测的PCR的那个阴性是假的,是阴性才能够入境嘛,去年在疫情还流行的时候。 反正你不管政府做什么,总是有人可以造假。 什么方法都有人在用。 所以有许多人他们是不守法的。 政府规定一件事情,但是接下去很多人就开始,反正就是不要顺服就对了。 那更不用说那个要申请一些好处的。 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说,原来人的心是何等的贪婪。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贪心。 他觉得说,这些好处我没有去拿,我损失啊。 不管用什么手段,我得到了,表示我本事高啊。 所以,社会上有些人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是进度绝对不能做的。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这个律法里面的。 我们是属神的百姓。 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的法则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基本信仰特别强调说,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话要记住。 圣经是我们今天认为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是我们信徒生活的准则。 所以圣经不能够只是来谈真理而已。 圣经要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会超越在律法之上,我们的标准比社会上的更高。 也会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眼。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地位特殊,神对我们的期待也很高的。 因为光就是要照在黑暗里面。 在越黑暗的时候,这个光会越明显。 所以现在神祂对我们这一群祂所卷选的人说话。 祂一直强调说我们是祂的仆人。 是的,我们是祂的儿女。 这是因为从卷选的角度看。 但是神更期待我们成为祂的仆人,跟祂一起做事,而且我们是顺服祂在做事的。 这个,在从40章以后,我们会一直看到这个神的仆人这个字眼出现。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的时候,不要讲说,哦,在讲传道,在讲那些祭司。 这里的神的仆人是雅各,就是神今天每一个卷选的百姓。 看21节。 44章21节。 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 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 所以,一直在强调呢,神,祂是造就我们的,祂决心我们的,我们是祂的仆人,我们有,我们事实上被赋以任务的。 好,那我们再看48章。 以赛亚书48章。 第12节。 48章12节。 亚各,我所选招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主神,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十三节。 我所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出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了。 十四。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 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呢? 好,这一段以下省列。 对,这些在,那个神,祂说,亚各,我所选招的以色列啊,你要听我说,要侧耳听,祂是谁。 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祂是创造诸天的这个主宰。 祂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祂的百姓。 然后,神一直说,你要尽情来听哦。 看第十六节。 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 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 现在,主神差遣我和祂的灵来。 十七。 十七。 圣愿你述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这个主现在呼喊祂的门徒,祂的百姓,祂的仆人近前来听。 祂说,我要教训你是可以让你得益处的。 然后,我要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祂要把我们应该走的路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的。 那,而且祂要说,祂要多期待说,这个祂的仆人都能够听祂的命令,然后接下去得到平安,得到公义。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要我们,祂要我们追求公义,祂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照祂的命令去行,我们就得好处。 这个追求公义,这是你要去学习的。 因为我们人,从小就是喜欢贪小便宜,就是贪心。 所以要变成公正公平,这个需要训练,要从小栽培的。 这个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个叫做要让他有教养。 真的,有些人,你的父母亲不教他,这个孩子没有教养,很野。 但是,如果父母亲很用心的,其他人都会感觉这个孩子很有礼貌,很有教养,表示说这个父母亲很用心。 所以,通常看儿女就知道这父母亲的那个品质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也不见得百分之一百正确的,有些孩子在家里面没有什么教养,但到学校,在教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他愿意顺服的,他就得到,他就不一样了。所以教育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那重点就是,今天我们不管在什么年纪,其实我们都需要被教导,而且我们要实践我们所学到的。 有教导,他就会了,如果我们不教导,他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真理也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学习真理,你不知道真理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想,但是我们想的可能跟圣经差很远。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信仰的这条路是终生要学习的。 我们要用谦卑的心来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弟兄姐妹相处,跟社会上的人传福音。 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重点跟世界人不一样。 我们要看五十一章第一节。 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主的当听我言。 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 第一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招他,制服给他,使他人数争夺。 这里,他一开始说,追求公义,寻求神的应当听我的话。 就是神自己说,你们来听我说的话。 那现在要注意听,神要讲什么内容,祂要我们听什么。 祂要我们追想,所以你看第一节,祂说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 这个磐石是要让我们可以得隐蔽的。 这个磐石被凿出来的,是经过磨炼的。 第二节说,要追想你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的撒拉。 表示说,你要去追想你那个信仰的源头是怎么来的。 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进入基督里面的这个信仰总是有一个开头,一定有一个点让我们说,我愿意来相信,我愿意来走这条信仰的路。 而且,最开始我们一定是得到神的祝福的。 就好像当初神怎么选招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没有孩子。 但是神用荣耀的形象吸引他,然后跟他说,你离开你的本族护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 然后就相信神的话,就走了。 去了那个地方,神跟他说,我把这个土地资给你跟你的后裔。 他那个时候,他一个小孩也没有。 他甚至觉得说,他可能不会有小孩了。 但是神说,你的孩子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信那么多。 这个土地应许的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 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信得下去吗? 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就被称作义人,神就称他为义了。 其实神是主动的把福气给他的。 所以被选招的,基本上就是要选招来得福气的。 所以现在神祂要,这些祂的百姓,祂的仆人说,你要想想看,当初神最开始选招你们的祖先用意在哪里。 我们今天对这个神的恩典,捐选的恩典不可以忘记。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有一个起点。 你可以一直往前追溯到你最开始的那个祖先祂怎么来信耶稣的。 那为什么今天我还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当中有神一路的引导跟保守。 而且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经历到很多很多神的恩典。 这些恩典不可以忘记。 要记录。 所以现在神跟祂的百姓说,你要追想,要追想。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好好的,趁长辈还在的时候,要把这些宝贵的经历把它留下记录。 为什么到现在,这么久了,今天所有信耶稣人,他不但要读新耶圣经,他更需要去读旧耶圣经。 因为读了旧耶圣经,你才知道说,原来神的选招,祂的救恩的安排是怎么样做起来的。 因为这个有一个脉络,这个就是有一个历史的轨迹的。 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很需要有这个历史的感觉。 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前面的祖先,前辈他们所走过的路线。 因为我们不是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里的。 是因为有很多之前的人已经得到神很多恩典,然后在神的保守引导底下,现在走到这个地步来。 我们不能够一笔笔笔要说,那是过去的事情我不需要知道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会重视历史,他是失根了,他失去的那是他最开始的根。 然后会自己以为我很了不起的。 其实,你说我们哪一个人可以了不起? 如果没有父母亲,从小给你喇叭长大,你今天可以活在这里吗?不可能。 所以祭命里面说要孝顺父母,其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懂得追想我们的来源。 为什么我们有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生命,为什么今天我们有福气,有恩典。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要去想说,神祂是给我们的恩惠,最开始。 然后祂会给我们使命是什么,我们要记住,不可以忘记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是喜乐坡教会。 我们为什么今天有这个会堂? 当初我们不是在伊丽丝百教会聚会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分到这里来? 我们当初弟兄姐妹很多人奉献,然后不管是投注什么时间,金钱,各种期待祷告,就是要让这个地方能够这么好的环境,来训练,来栽培我们主内的下一代。 来促成教会胜功的发展,不是吗? 所以很多人奉献,钱、时间、祝福,来训练,来训练这个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可以使用来训练为我们未来的世代,来传练的工作。 我们当初教会设立的这个地点本身就是为了要让许多的青年,特别是在拥挤的地方,非常小的地方的人不便办活动的,可以聚集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接受训练,栽培我们以后子孙的信仰根基。 所以当这个会堂变大的时候,本来我们的责任就变多。 如果只是小部分的人在每个地方自己在训练,在受聚会,根本不需要大会堂。 但是今天神祝福我们有这个地点,我们就要担起这个责任,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到更大的祝福。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盖训练中心。 它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就是在我们今天东区的各地方,没有哪一个地点像喜德坡这么适当做训练。 真的,今天在西安的各教会,他们的周围都是被那些高楼把它围绕了。 过去几个教会,它的附近都是空地,现在那个空地一一都盖起房子,而且越盖越多,盖得密密麻麻的。 教会的空地是变成他们那个房间采光的那个很好的来源,因为不会有设蔽物了。 但是我们这里,你看我们,我们四面环罩就是这个树林。 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最理想做训练工作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今天神祝福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接班的活动,一定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协助的。 让我们的组内的青年,他们可以同居一堂,一起在这里领受训练,一起祷告,得到力量。 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设立教会的初衷,不是吗? 圣经主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追祥。 这就是恩典的来源。 所以神要我们不可以忘记过去。 然后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地看神告诉我们什么。 好,现在来继续看五十一章第四节。 五十一章第四节。 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 Listend to me, my people, and give ear to me, O my nations。 因为训悔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功礼为万民之光。 For long will proceed from me, and I will make my justice rest as the light of the people. 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绑壁要审判万民。 海岛都要等候我,以赖我的绑壁。 第六节。 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 因为天必向渊云消散,地也必如衣服渐渐救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这里神要他的百姓留心听什么。 留心神的训慧。 而且要相信神的救恩永远长存。 那神,他要坚定他的功礼成为万民之光。 所以最后,这个他所传出的真理是光,是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看的。 因为这个光就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天国永远的福乐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神特别地强调,第五节说, 海岛都要等候我,要依赖我的绑壁。 表示说,神要我们今天真的懂得依靠祂。 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以耐神的绑壁,我们就可以做成了。 教会,其实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跟训练,牧养我们自己的信徒。 不管是向外的,对内的,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靠自己做。 我们都需要依靠神的绑壁,而且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机。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而且,圣经以前从旧月一直到新年,一直预告, 他说这个天地会渐渐朽坏,像衣服渐渐变旧的一样。 表示说,这个天地会越来越败坏的。 那有一天会被收起来。 那被收起来就是天地结束的时候了。 但是,神自己说,我的救恩必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不会毁掉了。 继续看第七节。 继续看第七节。 知道公义将我训悔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 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惊。 听听听我。 你谁知道正确性, 那些人在心中是我的法律。 不要害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害怕人的辱骂。 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 从此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 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 我的救恩迟到万代。 这一段,他说,知道公义将我训为存在心中的民。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我们啊。 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实践真理, 遇到一些阻碍,不用害怕的。 因为我们现在学到神的训慧,要去做。 基本上这个需要力量,这个需要勇气。 因为基本上这个跟社会的潮流是对抗的。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注意听,听什么,不要害怕。 不要怕人的辱骂,不要怕人给你的那个毁谤。 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基本上真的是需要勇敢啊。 那个新约圣经说,保罗特别强调说,我们不可以以福音为耻。 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就算遇到犯难,我也不会觉得很羞耻。 说,为什么我今天遇到这个。 耶稣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已经说了。 你去传福音,世人一定会恨你,因为在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传,一样继续传良,神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们人需要来追求神,而且要依靠祂。 去传福音,不用害怕。 所以神要我们,今天我们要了解我们信仰有一个开头, 祂要我们继续去传扬祂,就是我们应该要依赖的对象。 祂就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继续去传福音,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 我们看一下提摩他后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你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此,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此。 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这是当时候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啊。 那他说,你要跟我一起为福音受苦难。 那你要坚强勇敢啊,不要害怕啊。 当初神跟祂的仆人所讲的话,其实在信约圣经里面都看到应验。 那我们如果注意听啊,愿意听主祂的话。 听的人绝对不会吃亏。 因为我们是主所捐选的百姓,是蒙福的。 我们一定可以在祂的这个国度里面,在祂这个教会里面欢喜快乐。 因为有时候苦难是暂时的,会过去的。 但是等待前面的,那是永远的。 看回来五十一篇,以撒亚书五十一章。 第十一节。 最后来看这一句。 以撒亚书五十一章,第十一节。 主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喜,尽都逃避。 这就是主祂的应许。 听了,照着去做之后,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的。 祂要是给我们欢喜快乐。 因为这个就是神应许的天国。 一起来唱诗。 三十六首。 第三十六首。 三十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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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首。 三十六首。 三十四四。 三十五首。 三十四首。 接下来要祷告 我们这里有一个紧急的带祷事项 特别为林光荣弟兄祷告 他现在在医院里面 星期二开始住院 现在发现他的心脏有点衰竭了 所以求主耶稣怜悯 特别代祷保守能够看顾平安 我们也为教会的圣公祷告 当我们的教会在接班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同心来服侍 因为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们才会成长 也才能够真的体验到神的应许 句句是真的 我们要带导 我们也要亲自的参与 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 特别为林弟兄祷告 所以我们一起开吻 我们也要祷告 主耶稣圣明打告 你们也要祷告 祢能够记得自己的带 阿嬷 阿嬷 阿嬷